MARRO第四年的澎湖體驗三項 每年賽道都有不同特色 這一次113公里挑戰賽 起點設立於在馬宮本島南端的十里沙灘 行進東邊的湖溪 再往西域方向前進 還會經過著名的跨海大橋 由於澎湖地勢平緩 強勁的海風成為參賽者最大的難關 這邊其實比賽最挑戰大概是騎車吧 因為車風很大 那我自己本身又騎板輪 所以說有時候騎車的時候車子會晃 風會比較大這樣 然後就是海浪也會比較大一點 有游過海水 然後主要是沒有騎過這麼多塔坡的 拜天然地形所賜 澎湖相當適合舉辦鐵人三項 就連國際品牌也慕名而來 希望效法日本宮古島 將鐵人運動深耕在地文化 讓菊島變成台灣的鐵人聖地 我們為什麼會談到宮古島 其實他也是 他基本上所有賽道上 包括學生 小學生 中小學生 然後在地的居民 其實他們都非常享受在這個賽事的氛圍當中 那其實澎湖 我覺得雖然他年紀偏大 但是其實我們也看到很多長輩 其實非常熱情 這個也是我們在全台灣各地可以看得到的 陽光 沙灘 海浪 仙人掌 外婆澎湖灣的歌詞 未來不只有老船長 能否再多一樣鐵人三項 成為遠近馳名的國際運動賽事 絕對值得期待 未來體育新聞 甘邦傑 黃小豪在澎湖的採訪報導